歡迎收看十二月六號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邵婷玉 首先帶您關心一下 今天的天氣情況 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 提醒台北 新北 基隆 宜蘭 還有桃園的民眾 今天要注意豪雨跟大豪雨 那麼另外氣象局表示 今天晚上大陸冷氣團報導 預計影響到下個禮拜一 那麼週六 下週日跟下週一的清晨 在冷空氣及輻射冷卻加持下 全台最低溫 下潭10度 提醒您務必要留意保暖了 但請看到國際媒體重要訊息 首先來看到美國 紐約時報報導 法國年改方案無限期罷工 影響大部分地區 好就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導 2019大選保守黨保證 前100天完成通過脫歐跟預算會議 再次看到大紀元時報 紐約大都會版報導 習近平定2020全民脫貧 期限將禁各地政府忙造假 好 我們看到大紀元時報 台灣版報導 大失戀橫跨兩岸 學者就指出了新型數位統戰 來看到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日本5號內閣會議通過了 26兆日元的經濟對策 好 我們再看到韓國朝鮮日報報導 韓國法務部長被提名人表示 檢查改革是時代要求 將和總統文在寅政府共同解決問題 早安先導人先來看到 數百萬法國人週四發起了聯合大罷工 反對政府的退休改革計畫 罷工涉及公共交通系統 教育 醫療和執法部門 那目前九成的高鐵 還有半數歐洲之星列車都取消 可能成為法國十年來最嚴重的罷工 週三晚間 法國開始反對退休改革的全國性大罷工 週四 全國90%高鐵列車停駛 半數歐洲之星班次已取消 20%法國航班被取消 全國各地有55%教職員參與罷工 巴黎有78%的教師罷工 許多上班族不得不拼車及自行車上班 罷工範圍從公共交通系統到教育 醫療和執法部門 法國著名景點埃菲爾鐵塔被迫關閉 讓遠道而來的外國遊客掃興 我們想去埃菲爾鐵塔 但今天已經關閉了 我不知道多久它已經關閉了 開放棄改革養老金計劃 馬克龍希望簡化法國繁瑣的養老金體系 建立一個基於積分的體系 工人可以用每天的工作賺取未來養老金積分 新唐人記者李梅 田瑞 綜合報導 好 再看到華為11月才在臺灣舉辦新旗艦手機發表會 展示旗下第一款沒有Google應用的手機 但是卻超過預定時間遲遲沒有出貨 華為臺灣Facebook在週三晚上突然發文表示 由於供貨問題將取消最新旗艦手機 跟智慧手錶的上市計劃 而華為先前就因為三款手機的標示 從臺灣被改為中國臺灣 遭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要求改善 好 那麼華為現在除了在國際上 遇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抵制之外 在國內也遇到了問題 一名華為前員工李鴻源在離職之後 遭華為舉報而被白白關押了251天 那麼事件曝光之後 原先力挺華為的中國國內輿論開始轉向 就連美國 英國 德國媒體都察覺到這樣的變化 認為華為在大陸形象將盡全毀 大大的標題寫著華為國際風波未平 國內人設幾乎崩塌 BBC中文網5號報導 華為前員工李鴻源遭華為舉報 並遭中共公安局無故關押251天的事件 報導指出 華為中國深圳總部被指利用公權力 破壞員工的醜聞連接曝光 使其人設幾乎崩塌 引發大陸輿論強烈反彈 受到中國民眾輿論的集體撻罰 德國之聲以孟晚舟一週年與251為標報導 在華為前員工李鴻源接受離職賠償 卻遭關押251天的事件之後 中國社交媒體和網路上的輿論出現轉變 報導列舉網友留言 孟晚舟被關一年全國關切 員工被關251天全網封殺 德國之聲並觀察到251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 已經成為和華為聯繫在一起的關鍵詞 在251事件上我們看到很多微博微信上的相關評論 都是迅速地被秒刪 那麼能夠僅存的也只有一些評論了 甚至還有人說這個孟晚舟事件一年來 華為在中國國內積累出來的一些支持 現在也都因為251事件消失殆盡了 現在在中國社交網路上可以看到這樣的數字串流言 出身985 工作996 離職251 發帖404 美國富比士雜誌也忘了川普吧 華為現在在中國有更大的新麻煩報導 這串數字的意思為 985指的是頂尖大學的數量 996是從上午9點工作到晚上9點 每週6天 251是他被關在監牢裡的天數 而404指的是言論甚差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標題則為 華為是如何在中國失去民心的 內文指出 中國網民的憤怒顯示出中國中產階級的擔憂 許多中產階級職業工作者擔心李鴻遠的遭遇 可能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報導更指出 中國人對這次言論審查的程度尤為憤怒 他們說 他們曾因不能批評政府而感到無奈 現在他們覺得 他們也不能批評一個大公司了 華為能在國際上迅速擴張 與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分不開 早在1998年 雙方便在各種項目融資上開展了密切合作 中共新華社2009年9月22號報導 國開航22號與華為在今簽署新一輪戰略合作協業 將雙方的合作額度擴大到300億美元 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則曾在共軍工程部門任職 以上校軍銜退役後43歲創立華為 為了刺激經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將推出一連串的經濟方案 其中財政支出約十三兆兩千億日元 總體規模達二十六兆日元 包括災後重建以及支撐冬奧後的經濟成長等 三大重點 這項計畫的三大重點是要協助災後重建防範經濟下行風險 以及為二零二零年東京奧運結束後的日本做準備 那麼根據彭博報導指出 此舉預料將刺激日本經濟增長提高一點四個百分點 而在歷經消費稅上調以及颱風衝擊之後 日本本季的GDP年化成長率萎縮了百分之二點七 美中貿易談判四日傳出樂觀消息 刺激全球股市上揚 巴西股市四日首度突破十一萬點大關 創下歷史新高 中共在貿易戰中擴大對資金外流的審查力度 中國招商銀行日前宣布已暫停部分美元匯款服務 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四日公布 今年第三季全球半導體設備製造商 出貨金額達一百四十九億美元 較前一季成長百分之十二 其中臺灣以單機半導體設備製造商 出貨金額達三十九億美元 計增百分之二十一 年增百分之三十四 超越中國 再度奪回全球之冠 彭博公布今年彭博五十傑出人士 其中出生台南三歲隨父親 移居美國二十四歲 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奠基博士學位的蘇茲峰也上榜 他是美國處理器大廠超微的執行長 AMD一年內股價上揚約九成 此外香港抗爭者也上榜 先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美國晶片大廠溝通三號開始 在夏威夷舉行為期三天的年度技術高峰會 高通在會上發表了三款新世代的 5G行動晶片分別為旗艦緩蕭龍865 中高階款蕭龍765以及765G 高通表示蕭龍865將由台積電代購 而蕭龍765則由南韓三星拿下代購訂單 全球晶園代購龍頭台廠 台積電舉行供應鏈論壇 由營運資深副總經理王建光主持 他表示台積電今年量產的7奈米製程加強版 是全球第一家導入 及此外光量產的半導體廠 5奈米將在明年上半年量產 預期5G的高速傳輸 將帶來強勁半導體需求 而臺積電今年資本支出為 一百四十億到一百五十億美元 明年也會維持相當水準 台積電舉辦供應鏈管理論壇 共有七百多位國內外供應商參加 總裁為著家在國外出差 由營運資深副總經理王建光主持 特別感謝供應商提供產品及服務 讓台積電順利建立 7奈米及5奈米產能 台積電表示將持續擴增7奈米產能 5奈米製程也將在明年上半年量產 位在竹科寶山的研發中心 將在明年第一季動土 二零二一年開幕啟用 進行3奈米製程研發 5奈米會在明年就開始量產 那3奈米我們也照我們的時程 這個應該是在二零二二年會量產 台積電表示 5G及高效能運算需求強勁 客戶增加7奈米及5奈米訂單 行動處理器龍頭高通 近期推出新一代旗艦行動運算平台 驍龍865 採台積電收貸7奈米製程 高通表示 這將會是5G市場發展的關鍵 聯發科與高通相繼推出5G晶片 台積電同時是兩家廠商的供應商 法人看好台積電在5G時代 渴望左右逢源成為大贏家 新唐人雅代電視 林秋夏 張玉婷 他們新主要採訪報導 時尚明鏡 精品味浴 何以敬味美學 多樣造型明鏡 各式味材精品 盡在何以 後以 喜樂之泉 有機黑豆醬油 源自大地最純補的美味 給您最安心的食品 使用頂級有機台灣原生黑豆 堅持品質管理 原料冷藏保鮮 珍貴二次釀造 360天製程 搭配純淨水源與澳洲海鹽 成就健康好醬油 喜樂之泉 讓身體微笑得好味道 有機密碼 產品質管理 產品質管理 額外 和螺絲 相機 零零不足 您的 能量 提供 由 新的 開派 Avertronics 民視25319388 欢迎回来大选前中共对台动作频频致近传出有两架美军轰炸机前天飞进了台北飞航情报区那么根据专门追踪飞机动向的推特飞机守望披露4号有两架美军B-52H轰炸机从 关岛安德森基地起飞之后呢进入了台北飞航情报区巡航后再返航疑似实施攻击横线操演对这项消息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昨天是表示不予评论但是强调对台湾周边的海空运动态国防部都可运用联合情监真作为掌握与应处请国人放心而军事专家陈维浩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表示美军呢这是回应日前共军轰炸机 洪流绕台为了吓阻借由开启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达到对外宣誓的效果而今年在中共军机挑衅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之后呢 美国两架B-52轰炸机也被发现飞过了东海抵达冲绳上空 好台湾总统大选临近美国前情报官员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共可能迫于形势在本次大选期间低调形势但是呢在明年选举之后很可能再次加强对台军事施压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还有30多天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召集10个部会针对境外势力影响操作干预台湾选举的情况与防范进行报告备巡 最近中共间谍王立强披露北京如何操控台湾媒体舆论干预选举 以对台湾民主政治造成严峻挑战 法奈尔指出 长远来看 中共是想以不断的文攻武嚇逐渐把解台湾人民意志 目前对于台湾民主自由的支持已是美国国会两党的强烈共识 伴随着台湾总统大选临近 美台之间也在加强合作 反制中共的政治干预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好 再来看到红海创办人郭台铭5号现身美国华府再度带着国旗帽进入白宫开会 那么大约两个半小时之后离开 对于会谈内容 郭台铭是没有多谈 仅表示未来会把美国的工厂做好 毕竟全世界都一样 谁不希望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郭台铭还说不是跟美国总统川普开会 那么随后媒体也问郭台铭能否谈谈香港情势跟美中贸易战 郭台铭是没有回答 好 上个月底艺人高以翔在录制节目时猝死 中国浙江卫视备受各界批评跟质疑 陆媒昨天引述了浙江卫视总监林勇的说法表示 将永远停播追我吧节目 而近期也将派人前往台湾吊咽高以翔 林勇也谈到了事发经过 声声高以翔倒地1分46秒之后 就有医护人员进行抢救 那么急救20多分钟后送医最终宣告不止 好 我们再看到中国 中共致埋无方 近年强推煤改气工程 在农村采取强制禁煤政策 但是在河北有人燃烧了当局强推的清洁煤之后 10月下旬陆续传出多人异氧化碳中毒死亡 送医治疗 而业者回应称是使用不当造成的 与他们没有关系 那么唐山市政府也把村民中毒事件 推向人为操作不当 中共当局强推煤改气工程 强行推广清洁煤取暖 但在推广时并没有做完整的安全宣导 和配套设备酿成悲剧 东媒报道 河北成德市传出多位村民 疑似因为燃烧清洁煤中毒身亡 在河北唐山已知有6人中毒死亡 数十人送医住院治疗 有好几个村子传出中毒死亡送医的案例 媒体报道他们的共通点都是被强制使用清洁煤 而且不清楚使用须知 也没有清洁煤的配套设备 受访民众也指出清洁煤比之前使用的散煤 难点火也不好烧 美酒厂商表示事件是使用不当造成 与企业无关 目前只有唐山市政府对事件提出说法 但把村民中毒事件推向人为操作不当 其他地区政府全都没有回应 新桃来台电视综合报道 好 今天看到2008年世界移植医学会发布 伊斯坦保宣言提出了移植医学界重要原则 在这个原则制定十一周年之际 来自日本韩国还有台湾三地的医学界 跟法学界专家 在日本东京召开国际研讨会 探讨非法与器官移植旅行 来自日韩台三地 久为医学界法学界专家学者 集聚东京大学 讨论各地在器官贩卖及移植旅行 移植伦理问题及相关立法现状 大会上多位与会者提出 对中国大陆非法器官移植 尤其对新疆和法轮功学员 强制器官移植问题的担忧 探讨如何杜绝包括移植旅行在内的非法器官移植 台湾法令规定 在境外接受器官移植返国后 需通报移植医院 医师姓名等资料 采取通过法案管控器官捐赠 和移植手术 一方面我们需要提升自己国家器官捐赠 还有病人获得捐赠的机会 一方面也要对一些不法的器官移植 如果透过让制度的透明化 可能是透过一些需要通报登陆系统 另外也对一些这种不法的仲介 要有一些法则 在这一次的活动之后 台日韩算是正式联盟起来 我们会让更多的主流社会来关心这个议题 来举办更多的活动 让亚洲这块地区形成一个法律的防火墙 也让大家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 必须要采取更具体的行动 来制止中国的移植旅游 本次研讨会 这加速亚洲各地对器官移植及致旅行 国际立法进程的又以里程碑 新唐人日本记者站报道 很多人以为买水龙头 雪无迁就安全 但水龙头用久了 里面真的干净吗 老旧水龙头藏污纳垢看不见 定期更换才能安心用水 iCore快拆水龙头系列 换水龙头就像换灯泡一样简单 iCore水龙头 So healthy, so cool 让太阳帮你创造现金流 彰化永丰太阳能 爱台湾的新选择 台湾制造顶级光电模组 独特上压下锁工法 坚固耐用又环保 申请施工卖电一条龙服务 千疗省电还有二十年稳定收益 太阳能少有风 你就成为大富翁 摆脱不掉瓶瓶罐罐的宿命吗 康化国际生计带来健康的秘密 白化容珍贵罕见 具有丰富的SOD抗氧化物 独家栽培台湾特有云芝品种 多糖体含量超过60% 让您健康加倍 康化高倍萃取 男性的健康补给品 女性的保养圣品 选择康化加入康化 健康美丽不是神话 喜乐之泉 天然纯粹芝麻系列 选用台湾在地芝麻 坚持无农药 无化肥 低温慢炒 低温炸油 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百分之百黑芝麻制成 自然临添加 是美食的好搭档 让您吃得安心又健康 喜乐之泉 让身体微笑得好味道 橘皮素让您增强体力 维持健康 自然农发果园 现彩直送冷压 SNQ国家品质认证 给您百分百的安心 生活新主张 相蒙最健康 台湾好甜 欢迎回来 香港繁松中运动 持续近半年 港府漠视民意 导致警民激烈冲突不断 目前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捕 那么香港民间人权阵线 从8月18号开始 就不被获准举办游行 这个礼拜日 正逢国际人权日前夕 民政计划发起游行 从维园中央草坪游行 到遮打道 行人专用区 抗议港警践踏人权 网顾市民 以及被捕人士的基本人权 那么在昨天傍晚近6点 民政宣布已经获得 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警方在不反对通知书中列明 游行的通知书 由下午3点开始生效 到下午10点结束 好中资交通银行 香港分行的前首席经济师 罗加松 今年10月被迫离职 他表示 在反送中运动期间 又其他的香港员工 被中资银行调职或离职 只是没有人敢公开 警方新唐人香港记者的专访报道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 前首席经济师罗加聪 日前接受金融时报访问 他表示自己在今年10月离职 原因是交通银行认为 香港人不适合代表中资银行发言 罗加聪坦言 在反送中期间 有其他银行家被调职或离职 罗加聪认为企业自我审查 不限于中资或金融业 他透露有些中资银行高层 是中共派来监视的外行人 他认为外媒关注自己离职 是因为西方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斗争 而香港在资本主义阵营的前沿 其实你后面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有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就是资本阵营 他现在就当香港是这种资本阵营 你代表共产的阵营 两个阵营 整个意识形态不同的 这种斗争其实是可以很long lasting 新唐人记者黄小翔 梁珍 王伟明 香港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